起沾蒙邪洽 近柔罩吞摊 凡二年 太祖高皇帝上至上元年 以位 公元前二零六年 冬 十月 沛公至坝上 秦王子英速车 白马 细景仪祖 封皇帝喜 福 节 将旨道旁 朱江或严朱秦王 沛公曰 使怀王前我 故已能宽容 且人已将 杀之不详 乃以蜀利 假义论曰 秦以区区之地至万成之权 朝八周而朝同列 百有余年 然后以六合为家 小 寒为公 义夫作男而妻妙度 身死人守 为天下孝者 何也 人亦不 失而攻守之事亦也 沛公昔入咸阳 朱江皆争走金箔财物之府分之 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府图及葬之 以此沛公的拒之天下恶赛 户口多少 强弱之处 沛公建秦宫 为账 狗马 仲宝 妇女已千数 亦欲留居之 凡快建曰 沛公欲有天下耶 将为富家翁耶 凡此奢利之物 皆秦所以亡也 沛公何用焉 愿吉还霸上 无留宫中 沛公不听 张良曰 秦为无道 顾沛公的致死 夫为天下除残贼 以搞肃为姿 今始入秦 吉安其乐 此所 为祝节为虐 且忠言逆耳利于行 毒药苦口利于病 愿沛公听凡快言 沛公乃还君大上 十一月 沛公西照朱献父老 豪杰 未曰 父老苦秦科法久矣 无与诸侯曰 先入官者亡之 无当王冠中 与父老约法三章二 杀人者死 伤人及到底罪 于西除去秦法 朱立民皆暗赌如故 凡无所以来 为父老除害 非有所侵报 无恐 且无所以还君罢上 待诸侯至而定约数尔 乃使人与秦力行献 相 义 告遇之 秦民大喜 争持牛 羊 久时现象 君是 配公又让不受 约 仓宿多 非法 不遇费民 民又一喜 唯恐佩公不为秦王 相宇既定河北 率诸侯兵玉西入官 先是 诸侯立足 遥使 屯数过秦忠者 秦忠立足欲之多无壮 即张涵以秦军将诸侯 诸侯立足成圣多奴鲁使之 轻者辱秦立足 秦立足多愿 妾言曰 张将军等诈无数将诸侯 今能入关破秦 大善 即不能 诸侯鲁无数而东 秦又尽诸无父母妻子 奈何 诸将威闻其计 以告项羽 项羽照秦步 仆将军记曰 秦立足上众 其心不服 至观不听 事必威 不如秦杀之 而独语张涵 掌使心 都未易入秦 于是储君业积坑秦足二十余万人 心安城南 或说佩公曰 秦复时被天下 地形强 文项羽号张涵为雍王 王冠中 今则来 佩公恐不得由此 可即使兵守寒谷官 吾内诸侯君 稍征官中兵以字役 据之 佩公然其计 从之 以而项羽至官 官门毕 文佩公已定官中 大怒 使秦步等攻破寒谷官 十二月 项羽禁制系 佩公左司马曹无商使人言项羽 曰 佩公遇王冠中 令子英为相 珍宝尽有之 寓以求封 项羽大怒 想士族 期待日积佩公军 当事时 项羽兵四十万 号百万 在新封鸿门 佩公兵十万 号二十万 在坝上 范增说项羽约 佩公居山东时 贪财好色 金入官 财务无所取 妇女无所幸 此其志不再小 无令人望其弃 皆为龙虎 成无彩 此天子弃也 及姬物诗 除左隐相博者 项羽继父也 素善张良 乃叶持之佩公君 思见张良 句告已是 欲呼语俱去 曰 双隐号 无惧死也 张良曰 臣为韩王送佩公 佩公 佩公今有吉 亡去不义 不可不语 梁乃入 句告佩公 佩公大惊 梁曰 料公氏族足以当相与乎 佩公默然曰 故不如也 且为之奈何 张良曰 秦网魏相博 言佩公之不敢叛也 佩公曰 君安与相博有故 张良曰 秦时与陈游 常杀人 陈活之 今事有吉 故姓来告梁 佩公曰 属与君少长 梁曰 常于臣 佩公曰 君为我呼入 无得凶事之 张良初 故要相博 相 佩即入见佩公 佩公奉之久为寿 约为婚姻 约 无入关 丘毫不敢有所尽 其利民 封府库而代将军 所以遣将守官者 被他道之出入于非常野 日夜望将军至 岂敢反呼 愿伯具言臣之不敢被得也 相博许诺 为佩公曰 但日不可不早自来谢 佩公曰 诺 于是相博赴业去 至君中 据以佩公言报相语 因言曰 佩公不先破关中 供其赶入乎 今人有大功而积之 不亦也 不如因善欲之 相与许诺 佩公诞日从百于其来见 相与鸿门 谢约 陈与将军陆立而攻勤 将军占河北 陈占河南 不自已能先入关破勤 得赴建将军于此 今者有小人之言 令将军与陈有戏 相与约 此佩公佐司马曹无商言之 不然 即何以生此 相与因流佩公于尹 范增树木相与 举所佩玉怪已是之者三 相与默然不应 范增启 初 赵相庄 未曰 君王为人不忍 若入前为寿 寿必 以剑武 因机配公于作 杀之 不者 若蜀皆且为所录 庄则入为寿 寿必 曰 君中无以为 乐 请以剑武 相与约 诺 向庄拔剑其武 向博义拔剑其武 常以身意必配公 庄不得机 于是张良至军门剑凡快 快曰 今日之事何如 良曰 金像庄拔剑武 其意常在配公也 快曰 此破矣 臣请入 与之同命 快及待剑拥顿入 君门卫士欲止不内 凡快侧其顿以壮 卫士铺地 碎入 披为立 真目是相与 头发上指 目字尽裂 项羽按剑而继约 克何为者 张良约 配公之参成凡快也 项羽约 壮士 四支之久 则与斗之久 快败谢 喜 利而引之 项羽约 四支至间 则与一生至间 凡快复其顿于地 夹至间其上 拔剑妾而淡之 项羽约 壮士能赴隐忽 凡快约 臣死且不必 知久安足此 夫勤有虎狼之心 杀人如不能举 行人如恐不胜 天下皆盼之 怀王与诸江约约 先破其入咸阳者 王之 金配公先破其入咸阳 毫毛不敢有所尽 还君罢上已带将军 劳苦而功高如此 未有风绝之赏 而听戏人之说 欲诸有功之人 死亡秦 知序尔 切为将军不取也 项羽未有以应 曰 坐 凡快从良坐 坐须于 配公起如策 因招凡快出 公曰 金者出 为此也 为之奈何 凡快曰 如金人方为刀阻 我方为鱼肉 何此为 鱼氏碎去 鸿门去坝上四十里 配公则置居其 脱身读其 凡快 下侯阴 进墙 济信等四人持剑 顿步走 从离山下到纸阳 剑行去坝上 留张良史谢项羽 以白币献羽 玉斗与亚赴 配公未良约 从此道至无君 不过二师里尔 度我至君中 公 乃入 配公已去 见至君中 张良入谢约 配公不胜悲少 不能此 仅使陈良凤白碧一双 在拜献将军族下 御斗一双 在拜奉亚赴族下 项羽曰 配公安在 良曰 闻将军有意都过之 脱身读去 以至君已 项羽则受弊 至之座上 亚赴受欲斗 至之地 拔剑撞而破之 曰 哀 数子不足与谋 夺将军天下者 必配公也 无属今为之鲁矣 配公至君 立诸杀曹无伤 居树日 项羽引兵夕 徒贤阳 杀秦将王子英 烧秦宫是 火三 月不灭 收其货宝 妇女儿东 秦民大失望 寒生说项羽曰 关中祖山戴河 四赛之地 地肥饶 可都已罢 项羽见秦宫是 皆已烧残破 又心思东归 约 富贵不归故乡 如衣秀夜行 谁知之者 寒生退约 人言楚人目侯而冠耳 果然 项羽闻之 喷寒生 项羽使人致命怀王 怀王约 如约 项羽怒约 怀王者 无家所利耳 非有公罚 何以得专主曰 天下出发难时 贾力诸侯后以罚秦 人身被兼职瑞守世 道路予也三年 灭秦定天下者 皆将向诸君与吉之利也 怀王虽无功 故当分其地而亡之 诸将皆曰 善 春 正月 与阳尊怀王为异地 曰 古之地者 地方千里 必居上游 乃喜异地于江南 都称 二月 与分天下王诸将 与自立为西楚霸王 王梁 楚地久郡 都蓬城 与与范增仪配宫 而夜以讲解 又恶父曰 乃阴谋曰 八 属道显 秦之千人皆居之 乃曰 八 属一关中地也 故立配公为汉王 汉中 都南正 而三分官 中 王秦将将 以聚塞汉禄 张涵为雍王 王贤阳以兮 都费丘 常使心者 故为丽阳御苑 常有德于向良 都未懂议者 本劝张涵将处 故立心为塞王 王贤阳以东 至河 都立阳 立义为宅王 王上郡 都高奴 向羽欲自取良帝 乃喜魏王 报为西魏王 王河东 都平阳 辖秋申阳者 张尔碧晨也 先下河南郡 迎楚和尚 故立申阳为河南王 都洛阳 韩王成英故都 都洋帝 赵江司马昂定河内 树有公 故立昂为阴王 王河内 都朝歌 喜赵王歇 魏代王 赵襄张尔素贤 又从入关 故立尔为常山王 王赵帝 至乡国 当阳君秦部为楚将 常贯君 故立部为九江王 都六 番君吴瑞绿百岳左诸侯 又从入关 故立瑞为恒山王 都朱 异帝 驻国共敖将军秦南郡 宫多 因立敖为临江王 都江陵 喜燕王 韩广为辽东王 都无中 燕江赵图从楚旧赵 因从入关 故立图为燕王 都寄 喜齐王 兴世为焦东王 都吉末 齐将田都从楚旧赵 因从入关 故立都为其王 都林兹 项羽方渡和旧赵 田安下纪北 树成 引其兵将项羽 顾立安为纪北王 都柏阳 田荣树赴相良 又不肯将兵从楚激秦 以故不封 承安君 陈瑜契将应去 不从入关 亦不封 可多说项羽曰 张尔 陈瑜 一体有功于赵 金尔为王 于不可以不封 于不得已 闻其在南匹 因环丰之三线 藩君将眉宣公多 封十万户侯 汉王怒 玉公项羽 周伯 冠英 凡快皆劝之 萧何见曰 虽亡汉中之恶 不由欲于死乎 汉王曰 何为乃死也 何曰 金重俘虏 百战百败 不死何为 夫能屈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成之上者 汉 五世也 臣愿大王王汉中 养其民以至贤人 收用八 蜀 还定三秦 天下可徒也 汉王曰 善 乃遂救国 以何为丞相 汉王赐张良 金百亿 诸二斗 梁聚以献相伯 汉王一音令梁后一相伯 使尽请汉中帝 相王许之 夏 四月 诸侯霸系下兵 各救国 相王使足三万人从汉王之国 除与诸侯之墓从者数万人 从渡南入石中 张良送至包中 汉王遣良归寒 梁音说汉王稍绝所过战道 以备 诸侯道兵 且是项羽无东义 田荣文项羽洗其王事于交东 而以田都为其王 大怒 五月 荣发兵聚积田都 都王走楚 荣留其王事 不令之交东 是为项羽 借王之国 荣怒 六月 追击杀适于吉末 自立为其王 适时 藤月在巨野 有众万余人 无所属 荣与月将军印 使击即北 秋 七月 月击杀即北王安 荣遂并王三旗之地 又使月击楚 向王命萧公较将兵积月 月大破储君 张尔之国 臣于义怒曰 张尔与于 公等也 金张 尔王 于独侯 此项羽不平 乃因使张同 下说说其王荣曰 项羽为天下载不平 晋王诸将善地 喜故王于丑地 金赵王乃北居待 予以为不可 闻大王起兵 不听不义 愿大王资于兵姬长山 傅赵王 请以赵为赶毙 其王许之 浅兵从陈于 向王以张良从汉王 韩王成又无功 故不浅之国 与聚至彭成 费以为然侯 以 诱杀之 出 怀因人寒信 家贫 无行 不得推则为利 又不能置身伤骨 长从人即时隐 人多厌之 信掉于 城下 有飘母见信机 犯信 信喜 为飘母曰 无必有以重报母 母怒曰 大丈夫不能自食 无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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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之 居麾下 无所知名 向良拜 又属向羽 羽以为郎中 树以策干羽 羽不用 汉王之入属 信王储归汉 魏知名 魏 莲敖 作当斩 其被十三人皆以斩 四至信 信乃仰是 事件腾宫 约 尚不欲就天下乎 何为斩壮士 腾宫其其言 壮其貌 适而不斩 于宇 大说之 言于王 王拜以为至宿都位 亦为之其也 信术与萧何语 何其之 汉王至南正 诸江及士族皆歌欧斯东归 多道王者 信度何等以术言王 王不我用 及王去 何闻信王 不及以闻 自追之 人有言王曰 丞相何王 王大怒 如师左右手 居一二日 何来夜王 王且怒且喜 骂何曰 若 王 何也 何曰 臣不敢王也 臣追王者尔 王曰 若所追者谁 何曰 韩信也 王妇骂曰 诸江王者已实数 公无所追 追信 乍也 何曰 诸江亦得尔 至如信者 国是无双 王必欲常王汉中 无所是信 必欲征天下 非信无可与济世者 故王策安所绝尔 王曰 无意欲东尔 安能欲欲久居此乎 何曰 既必欲东 能用信 信即留 不能用信 忠王尔 王曰 无为公以为将 何曰 虽为将 信不留 王曰 以为大将 何曰 信慎 于是王欲照信败之 何曰 王素曼无礼 今败大将 如乎小儿 此乃信所以去也 王必欲败之 则良日 斋戒 涉坛场 距离 乃可尔 王许之 诸江皆喜 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 至败大将 乃韩信也 义军皆经 信败礼 毕 上座 王曰 丞相 庶言将军 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 信慈谢 因问王曰 今东相争权天下 岂非相王曰 汉王曰 然 曰 大王自料永汉人强属与相王 汉王莫然良 久 曰 不如也 信在拜贺曰 为信意以为大将 义军 信败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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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败义� 大王不如也 然臣常事之 请言相王之为人也 相王暗恶斥诈 千人皆废 然不能认属贤 此特匹夫之永耳 相王见人 恭敬慈爱 言语偶偶 人有疾病 替其分食饮 致使人 有功当风绝者 印完毕 人不能与 此所谓妇人之人 也 相王虽罢天下而臣诸侯 不居关中而都蓬成 被异地之曰 而以亲爱王诸侯 不凭 逐其雇主而亡其将相 又迁逐异地至江南 所过无不残灭 百姓不亲父 特节于威强 而 名虽为罢 实施天下心 故其强易弱 今大王成能返其道 任天下无勇 何所不诛 以天下诚意封功臣 何所不服 以一兵从司东归之事 何所不散 且三秦王为秦将 将秦子弟数岁已 所杀王不可圣计 又欺其众将诸侯 至心安 相王诈坑秦将族二十余万 唯独含 心 义的托 秦父兄怨此三人 痛入骨髓 金楚强以威王此三人 秦民莫爱也 大王之入五官 求毫无所害 除秦科法 与秦民约法三章 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 于诸侯之曰 大王当王冠中 民贤之之 大王失职入汉中 秦民无不恨者 今大王举而东 三秦可传习而定也 于是汉王大喜 自以为得信晚 遂听信纪 部属珠江所积 留宵和收八 属租 给军粮食 八月 汉王隐兵从故道出 习雍 雍王张寒迎击汉陈仓 雍兵败 还走 指 战好至 又败 走费丘 汉王遂定雍帝 东至咸阳 隐兵为雍王于费丘 而遣诸将略帝 赛王兴 敌王义接将 以其帝为魏南 和尚 上郡 将军削欧 王兮出五官 因王陵兵以迎泰 公 吕后 向王闻之 发兵具之扬下 不得前 王陵者 配人也 先具党数千人 居南阳 至世时以兵属汉 向王取陵母至军中 陵使至 则东相作陵母 欲以昭陵 陵母思诵使者 契约 愿为老妾与灵 善是汉王 汉王长者 忠得天下 无以老妾故持二心 妾以死诵使者 遂伏剑而死 向王怒 烹灵母 向王已故无令正昌为汉王 以巨汉 张良一向王书曰 汉王诗指 欲得关中 如曰己指 不敢东 又以其 梁反书一向王曰 其欲与赵并灭楚 向王以此故无稀意 而北极其 而北极其 燕王广不肯之辽东 赃徒击杀之 并其帝 逝岁 以内使配周科为御使大夫 向王使去异地形 其群臣 左右稍稍叛之 太祖高皇帝上之上二年 秉申 公元前二零五年 东 十月 向王密使九江 恒山 临江 江王积异地 杀之江中 陈于西三县兵 与其兵共袭常山 常山王张耳拜 走汉 叶汉王于费丘 汉王后遇之 陈于迎赵王于代 父为赵王 赵王得陈于 立以为代王 陈于为赵王若 国出定 父之国 留父赵王 而使下说以向国守戴 张梁自韩奸行归汉 汉王以为成姓侯 梁多病 魏常特将 常为画策臣 时时从汉王 汉王如闪 镇府关外父老 河南王申阳将 至河南郡 汉王以韩湘王孙姓为韩太尉 将兵略汉帝 姓及姬汉王昌于阳城 昌将 十一月 立姓为韩王 常将 韩兵从汉王 汉王还都立阳 珠江把隆西 春 正月 向王北至承阳 齐王容将兵 会战 拜 走平原 平原明沙之 向王赴丽田甲为齐王 遂北至北海 烧一城郭 氏乌 坑田荣将族 戏鲁其老弱 妇女 所过多所残灭 其民相聚叛之 汉将把北帝 鲁雍王帝平 三月 汉王自临近渡河 魏王报将 将兵从 夏河内 鲁英王昂 至河内郡 初 杨武人陈平 陈平原 陈平原 家平 好读书 李宗舍 平为载 分肉食圣君 父老曰 善 臣如子之为载 平曰 皆呼 使平的载天下 亦如是肉矣 及诸侯叛秦 平是魏王救于 灵迹 魏太普 说魏王 不听 人或禅之 平王去 后世项羽 四诀为载 因王凡楚 向于使平击将之 还 代为都尉 四金二十亿 居吾合 汉王攻下阴 向王怒 将朱定阴将立 平据 乃封其金与印 使使归向王 而挺身兼行 仗剑王 渡河 归汉王于修武 因为无知求见汉王 汉王赵入 四时 遣霸就设 平曰 臣为侍来 所言不可以过今日 于是汉王于语而说之 问曰 子之居处何关 曰 为都尉 侍日 即拜平为都尉 使为身 成 典护君 朱将近欢曰 大王一日得处之王族 为知其高下 而其与同在 凡使监护长者 汉王闻之 寓意姓平 汉王南渡平音金 至洛阳新城 三老董公遮说王曰 陈文顺德者昌 逆德者亡 兵出无名 事故不成 故曰 明其为贼 敌乃可服 项羽为无道 放杀其主 天下之贼也 夫人不以勇 义不以利 大王一律三君之众为之素服 以告诸侯而罚之 则四海之内莫不养得 此三王之举也 于是汉王为异地发丧 坦而 大哭 哀临三日 发誓告诸侯曰 天下共立异地 北面是之 金向羽放杀异地江南 大逆无道 寡人西发关中兵 收三河市 南浮江 汉以下 愿从诸侯亡基处之杀异地者 使者制造 陈瑜曰 汉杀张尔 乃从 于是汉王求人类张尔者斩之 使其头仪陈瑜 于乃浅兵筑汉 田荣帝横收散足 得数万人 启成阳 下 四月 立荣子广为齐王 以聚处 项王殷流 连战 魏能下 虽闻汉东 既激起 欲碎破之而后激汉 汉王已故得率诸侯兵 反五十六万人伐储 道外皇 彭越将其兵三万余人归汉 汉王曰 彭将军收尉帝得十余成 欲吉利位后 金西位王报 真位后 乃拜彭越为魏相国 善将其兵略定良地 汉王遂入城 收其货宝 美人 日至九高会 向王闻之 令珠江激起 而自已精兵三万人难 从卤出湖灵至霄 尘 积汉君 而东至彭城 日中 大破汉君 汉君皆走 相随入谷 似水 死者十余万人 汉族皆难走山 楚又追击至灵壁东虽水上 汉君却 未除所己 足食于万人皆入虽 水 水为之不留 为汉王三渣 会大风从西北起 折木 发屋 阳沙石 咬明咒会 逢迎储君 大乱坏散 而汉王乃得与数十其顿去 遇过佩收家世 而处亦使人之配取汉王家 家皆亡 不与汉王相见 汉王道逢孝会 鲁元公主 再已行 处其追之 汉王即 推舵二子车下 腾宫为太普 长下收载之 如是者三 曰 金虽吉 不可以驱 奈何弃之 顾徐行 汉王怒 欲斩之者食于 藤公族保护 托二子 审时其从太公 吕后坚行求汉王 不相遇 反遇储君 储君与归 向王常至军中为至 适时 吕时 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 居下义 汉王兼往从之 稍稍收其士族 诸侯皆备汉 赋予储 赛予储 敌王义王将储 填横进宫田甲 甲走储 储沙之 横遂复定三旗之地 汉王问群臣曰 吴欲捐官以东 等弃之 谁可与共公者 张良曰 九江王部 储潇江 与向王有戏 彭越与其反良帝 此两人可及时 而汉王之将 读韩信可数大事 当一面 急欲捐之 捐之此三人 则储可破 也 初 向王积齐 征兵九江 九江王部 称并不在 遣将将将军数千人行 汉知破 楚聘成 不佑称并不� creators 楚王由此愿不 楼使使者俏让 赵步 不遇恐 不敢往 向王方北幽齐 照 悉换汉 所予者 独九江王 又多不才 欲捡用之 以故味之机 汉王自下一喜军荡 遂至于 魏左右约 如彼等者 无足与祭天下事 业者随何尽约 不审陛下所谓 汉王约 孰能为我十九将 令之发兵被处 流向王数月 我之取天下可以摆全 随何约 臣情使之 汉王十与二十人聚 五月 汉王至行阳 诸拜军皆会 萧何一发官中老若 为父者西义行阳 汉军赴大阵 处起于彭城 长城圣竹北 与汉战行阳南京 所间 处其来众 汉王则君中可为其将者 皆推顾奉其事 重全人礼弼 落甲 汉王欲拜之 必 甲曰 臣故秦民 恐君不信 愿得大王左右善其者赴之 乃拜冠英为中大夫令 礼弼 若甲为左右校尉 将其兵基处其于行阳东 大破之 除以故不能过行阳而息 汉王君行阳 驻永道蜀之和 以取熬仓宿 周伯 灌英等言于汉王曰 陈平虽美如关玉 其中未必有也 陈文平居家时到其扫 世卫不容 王归处 不忠 又王归汉 今日大王尊官之 令护君 陈文平受诸将金 今多者得善处 今少者得恶处 平 反复乱臣也 愿王察之 汉王夷之 照让谓无知 无知曰 臣所言者能也 陈下所问者行也 今有尾声 孝己之行 而无意胜负之术 陈下何侠用之乎 处 汉相聚 臣尽其谋之事 故其继承足以立国家部 而 道扫 受金 又何足以乎 汉王照让平曰 先生是位不忠 是处而去 今又从无有 信者故多心乎 平曰 臣是魏王 魏王不能用臣说 故去 是相王 相王不能信人 其所认爱 非诸相 及其之昆帝 虽有其事不能用 闻汉王能用人 故归大王 陈裸申来 不受金无以为资 成臣计划 有可采乎 愿大王用之 使无可用者 金句在 请封书官 得其海谷 汉王乃谢 后次 代为护军中尉 进护诸将 诸将乃不敢赴言 魏王报夜归 是钦急 智则绝合金 反为楚 六月 汉王海立扬 人武 立子迎为太子 赦罪人 汉兵以水冠费丘 费丘将 张寒自杀 禁定雍帝 以为中帝 北帝 隆西郡 关中大鸡 米湖万前 人相识 令民旧史属 汉初 秦之王也 豪杰争取金玉 宣区认识独教仓素 及楚 汉相聚行阳 民不得耕种 而豪杰金玉 尽归认识 任以此起 负者数事 丘 八月 汉王如行阳 命销何守观中 是太子 违法令约束 立宗庙 设计 公事 现义 是有不及奏绝者 这以便宜施行 上来 以文 寄观中户口 转曹 调兵以给军 未尝罚绝 汉王使历时起网说 魏王报 且召之 报不听 曰 汉王漫尔武人 骂力诸侯 群臣如骂努尔 无不忍赴见也 于是汉王以韩信为左丞相 宇冠英 曹参俱积位 汉王问时起 魏大将谁也 对曰 夺旨 王曰 是口上辱秀 安能当韩信 其将谁也 曰 逢静 曰 是秦将逢无则字也 虽贤 不能当冠英 不足将 谁也 曰 相陀 曰 不能当曹参 吾无换矣 韩信义问历生 魏德吾用周书为大将乎 历生曰 博旨也 信曰 数子尔 遂进兵 魏王圣兵 普版以赛临近 信乃亦为宜兵 沉船玉渡临近 而伏兵从下阳以慕英流军 习安逸 魏王报经 引兵迎信 九月 信基鲁报 传逸行阳 西定位帝 至河东 上党 太原郡 汉之败于彭城而西夜 陈于义绝张而不死 即被汉 韩信记定位 使人请兵三万人 愿以北举焰 赵 东基齐 南绝楚梁道 汉王许之 乃遣张而语 据 引兵东 北基赵 待 后九月 信破代兵 琴下说于厄语 信之下未破代 汉者使人收其精兵 一行阳以据处 上一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